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很喜欢这家饭店的感觉 给人家的感觉都是非常沉稳 因为它有很多的木纹 还有比较简洁的线条 其实跟设计师 你平常做的一些设计 是不谋而合的 是你拿手的对不对 对 没有错 我们常见的风格就是比较温暖 比较舒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设计里面有很多的木皮 对 自然本质的木皮 还有些就是铁件的搭配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 它这个整体饭店的设计 跟我们的设计其实 是有很多雷同地方 我觉得这家饭店 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当你到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很有层次的感觉 像我们从二楼的电梯这样一出来 豁然开朗 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 二楼电梯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整个的壁面造型 就是从墙壁一直到天花板 整个模式形 其实它是用一个葡萄木皮 去做呈现的 对 它会这样做 其实感觉就是 它也是一个包覆感 所以出电梯的时候 对 它有一个温暖的包覆感 还可以看到它还有 就是它的天花板的吊灯 吊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也是不同的 那种灯具去做成的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那边吊灯 其实一出电梯 就会看到一个很亮的亮点灯上面 可是一走出这个电梯口 又是另外一个区块世界了 对 一走出电梯口之后 你会发现说其实它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 对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区块 对 它其实分了很多区块 但是它整个区块其实是串联在一起 它只是利用不同的开口 做人出入口 是 对 所以我们可以从商务区这边先看起 好 商务区它是利用不同的开口 对 不同开口 还有不同的错程 你会觉得说 其实在那个地方其实蛮有趣的空间 对 它其实它有门 但是好像又有窗 但是窗又不是说一般常见的窗户 它只是一个开口 对 而且直接可以传统进去 对 所以你可以在那边也可以上网 甚至于商务课可以在那边 做一些资料传输 是 对 然后再接下来可以看到 它中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的一个咖啡厅 那个桌子好长喔 对不对 对 它桌子很长 但很长之后 它不是一个很单调的一个配置 对 它是利用不同的高低错程 对 高低错程 还有就是它不同的座椅也是一样 对 因为在第一层 它的椅子就像是吧台椅比较高 但是它有一个小台阶上去之后 椅子就高 就正常了 就正常了 对 然后在过去可以看到 它其实有点就是那种 比较舒服的像沙发区的感觉 在最最里面 对 最里面的感觉 那整个的感觉又是 它整个是用木皮去做包覆 是 所以你会觉得说在那个地方 就觉得很舒服 很悠闲 很慵懒的感觉 对 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个小商店 对 其实卖一些它特色的商品 一些小纪念品 其实也蛮方便的 对 其实二楼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用餐区 那一进来真的是非常的宽广 因为它有一大片的落地窗 然后这边也是提供全日的工餐 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它们这边的料理台 从头到尾很长 而且就是在我们吃东西的同时 也可以看到这些厨师 在现场做东西什么的 感觉特别的温暖 它这边整个料理区 大概有30米长左右 对 是非常长的地方区 所以它整个料理区这边 就是它是有一个 湖形的一个吧台区 也是湖形 对 湖形的吧台区 对 那它就大致上分成就是有 中餐西式的 还有一些沙拉吧 还有一些果汁 是 对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上面的 整体的造型其实非常简单 但它是用黑板弄的对不对 因为它好像是用粉笔上去 对 它是属于黑板漆 对 黑板漆之后 你就可以在上面可以重复的书写 我觉得这样很可爱 而且也很便利 如果有什么彩色直接写上去 对 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它设计其实并不复杂 是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用黑色的色块的上面 那底下的部分就是 它是它的八台位置 那台面呢 台面的材质 台面它其实材质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材质 其实我们在台湾早期可以看到 大概在20年前比较常看到 对耶 那是什么材质啊 就是磨尸子的材质 对… 它磨尸子材质 其实这种 在台湾现在目前来讲 其实很少 用一些老师傅可能就已经凋零了 对 但是它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当时那种做法 真的还满难得的 对 所以我们看吧台这边 是一个很长的吧台之外 再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地面 地面 对 你看到地面 它地面其实也是一样 用不同颜色的小石头也是做磨石质处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吧台跟地面 其实都是不同的磨石质 做处理的一个表面 一个互相互印的感觉 对 那那么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家具的部分 这边家具的部分 其实餐桌你可以从入门口 可以看到一个很长的一个吧台 也是一样 那是一个用餐区 是 对 从一层入门口开始 一直到这边来 那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设计 其实也不困难 也非常简单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 就是它的变化性非常大 可是有高高低低 对 它的变化性 就是利用它的高低变化 还有就是桌子的大小 有两人桌 四人桌 六人桌 甚至于更大的桌面 对 所以它利用高低不同的错程 还有椅子 椅子也是 像我们现在坐的这椅子 就是那种吧台椅 对 那其他很多正常的椅子 那还有就是颜色配色也不同 颜色配色 有些不同的跳色 有些木纹色的 有些白色的 其实它的天花板造型其实也很简单 你也可以常见 因为我们现代的设计里面 天花板其实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太大的一个装饰性 修饰性的一个做法 所以它大部分就是平地天花板 那天花板这边就是它特色在哪里 就是它的灯具 对 它造型也是很简单的线条 是 利用灯泡 但是它的方向性不同 所以你会看到它整体的天花板 其实有点就像跟有点复杂性 对 那有点复杂性又有点不同的那种变化性 其实也是蛮漂亮的 很漂亮 还有这个 我也喜欢这个柜子 对 这个柜子其实它设计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它下面是它的工作柜台 对… 那它上面就是它收藏一些 就是它的一些酒杯 水晶杯啊 酒杯调酒器的地方 对 所以它把那个杯子往上放 第一个有展示的效果 对 那第二个大概也是有收藏的效果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设计 而且也可以利用空间往上放 对 其实我觉得不错 因为在这边吃饭真的是一大享受 因为外面等于是非常地穿透性 对 一个大片的阳光洒进来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家饭店 它的机能性真的很强 交通也蛮便利的 像这里这个火车站跟机场 都还蛮近的 那如果下次有机会来北京的朋友们 不妨来这个饭店 来体验看看咯 自己能吃饭店 吃饭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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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店